这个系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筹备了 整理文献时间前后经历了五年多 共拆分成十一个小节 每个小节都有数万字的文本底稿 基本可以做到剧剧皆有本 未便于普通观众理解 视频中一方面简化了数数 意理 符咒的相关知识 另一方面引入了明代通俗小说 西游记来帮助权势 因此视频中的西游记 只作为我个人理解单道的表述载体 而并不代表西游记的本身含义 目的是解释单道 所以哪天要是有人想听 我也可以用一金讲 用三国讲 用一人之下讲 或者用精灵宝可梦讲也不是不可以 另外 本系列视频只介绍单道修炼 不涉及宗教 希望大家不要妖魔化修炼的过程 也不需要夸大修炼的成果 单道修炼和健身化妆一样 只是让你生活更美好的助力 如果你能从这个系列中 学到你认为有用的部分 那就足够了 随着国内仙侠风的火爆 加深各种爆款作品的出现 修仙成了900后 界面的调侃热词之一 但真正的修仙典籍 大多晦涩难懂 而且又充满着各种比喻暗指 所以修仙如今成了一门 生名贯耳但无人问津的屠龙之术 但好在有一本书 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 那就是西游记 我们先不管西游记 到底是不是道家典籍 在假设它与道家单道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修仙 有关的前提下 我们尝试用单道典籍 推导西游记 以此来解释修仙 我们进入西游记的故事前 先解释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 炼丹的目的是什么 史书上常说 道家始于黄老 但其实单道和黄老的追求 完全不一样 甚至可以说是相反的 黄老也就是先情道家 所追求的是掌握自然规律 然后顺应自然 而单道却是要借着自然规律 逆天而行 偷取天地灵气 以达到各种意义上的长生不老 所以单道中承担的部分也叫道天机 现在我们所说的道家 无论和闻和派 修炼的目的都有且仅有一个 寿与天祈 第二个问题 炼丹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理解为 有一种药 吃了就可以成生不老 而生产这种药的方法 在古代就是用金沙或千拱提炼 这个过程就是早期的炼丹 而到宋代以后 人们开始发现 重金属是会吃死人的 于是开始研究 通过人体自身修炼来达到长生 并且也用了早期单道的部分理论和术语 所以称之为内丹 而为了区别 早期单道就被叫做外丹 内丹中也有不同派别 可以分为追求精神 依靠肉体达到长寿的 以及肉体借助精神达到长寿的 他们虽然追求不同 但也共用同一理论体系 且都同时强调肉体修炼 和精神修炼的必要性 所以他们的修炼过程 都叫做性命双修 为了方便理解 在后面的视频中 我们把它们分为内修和外修 注意 这是UP主为了方便解释做的区分 现代道家的源头分为两只 分别是源于东汉的正义和宋代的权真 随着历史的变迁 两家思想相互交融 为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我们以思想区分 而不以世俗的门派区分 先依照西游记的前七回 来讲内家的修炼过程 内家源于东汉 既注重内丹修炼 也注重外丹修炼 其中的内丹部分 相对更侧重于修炼精神力量 讲究内炼承担 设为内丹 外用承法 设为雷法 内家修炼 可以概括为 筑基炼己 炼精化器 炼器化神 炼神环须 炼须合道 这些步骤 用你们可能更熟悉的说法 分别对应仙侠作品中的 筑基期 炼器期 精丹期 原因期 得道成仙 这几个阶段 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筑基添炼身体 打下基础 炼精守住精气 然后把这些存下来的精气 演变成身体里流动的气 再修炼精神力量 来提炼这些气 之后再把来自精神的力量 和来自肉体的力量 汇聚起来 这就是炼丹 而最后一步 炼须合道 就是我们所说的 成仙 当然 这些词都只是概括 真实的修炼 是漫长而又持续的 并不是像修仙小说一样 十里不同天 修炼之前 我们先来说一下 不论是内家还是外家 都有逃不开的药影子 心 心在修炼中 是非常特殊的器官 人有五脏 心肝脾肺肾 其中 其他四个受损 都会使人痛苦 但都不会立即死去 只有心 一旦停止工作 马上就生理死亡 所以 古代中医认为 心有两个用途 一是作为血液传输器官 统领周身之血 第二个 是承载神智 古人认为 心和大脑 都作为意识存在的载体 像如临外食里的 失心风的失心 就是指神智不清 所以心 在中医语境下 也就有了物质意义 和精神意义 两重所指 无论内家修炼 还是外家修炼 都讲求 性命双修 所以心这个能够 连通肉体和精神的器官 是最适合 做修炼的影子的了 回过头来看 为什么西游记第一个出场的是一只猴子 《维摩戒经》中说 心如猿猴 心和猴子一样 一刻也不消停 所以中国古人 常把两者联系在一起 那为什么是石猴呢 其实你真的以为石头会生baby吗 作者说得很清楚 石猴出生的地方 是玄聘之门 与天地灵根交汇处 什么是玄聘之门 聘这个字 我们现在不常用 但是把这个字拆开的词 我们倒是会经常听到 而天地灵根 就是老人常说的命根子 石猴出生的过程 其实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 我们每个人 都是天地灵气 汇聚的产物 所以我们每个人 都曾是石猴 不仅如此 只有战胜千万兄弟姐妹 第一个冲破水帘洞 才有后面一切的资格 生而为人 根据道家的观点 刚出生的婴儿 是最接近完满的状态 神丸弃足 体内也没有五股杂粮 形成的糟粕 出生的啼哭 就是生命诞生的表现 石破天惊 生命是道家认为 最美好 最值得珍视的东西 人一出生 虽说神丸弃足 但依然不能独立成活 需要母乳喂养 家人照顾 需要多久呢 古人认为 至少需要一年 一年为一周天 一周天有四十 每十有两节 每节有三气 每气有五后 所以一周天 有七十二后 待七十二后 都圆满了 这个生命 才算在世上立足了 故可以把十字引去 称为美猴王 即满洲岁 刚出生的孩子 是无知无畏的 等小孩 再稍微大点 见到身边的生老病死 才会有所动容 就像西游记中 猴王见到老猴死去 有的是悲伤 但更多的是畏惧 畏死 才能跪身 知道畏惧死亡 才能懂得 生命的珍贵 这就是道家追求的 长生不老的出发点 用书中 老猴对猴王的评价 可谓 道心开发者也 有了求道之心 我们是否就可以开始 修仙之路了呢 欲知详情 请看下回分解